歡迎來到意識意識,我是Lois 今天我們會繼續講辦公室常見的痛症 講到想滿足,很多人都會經常在電腦面前坐很久 一坐就坐四、五個小時都有 經常都會覺得腰痠背痛,甚至是肩頸痛 你會不會這樣呢? 今集我們就請到註冊運動治療師陳家瑋 跟我們講解一下痛症是什麼原因 以及有什麼辦法可以舒緩 剛才提到,在辦公室坐得久很容易有肩頸背痛 我想問Saf,這是什麼原因呢? 主要原因是辦公室的人通常大部份時間都坐在這裡 而且維持著同一個姿勢 如果我們的肌肉長期繃緊缺乏伸展 其實他的血液循環會很差 慢慢會形成一些慢性的發炎 另外,其實我們的結構上 如果姿勢不好的話 也會形成一些例如上交叉綜合症 又或者是頸椎的病患 他們都會產生一些痛症 這個上交叉綜合症 我們其實都聽得比較少 這個究竟是一個什麼病? 其實上交叉綜合症大家可能聽得少 但可能大家會聽到的就是烏龜頸 寒背症這些情況 其實這些情況都是講 我們在一個上交叉綜合症 情況之下引伸到的一些表症 例如我們頭前傾的時候 我們那個胸鎖與特肌 和我們胸的筋膜都會越緊 和過分緊張 而我們變相背部的肌肉 就會變得弱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 可能下面這裏和頸椎後面這裏 過強過緊 而我們一些頸的屈肌 例如幫我們托頸去後面 和背部去支撐一個 比較挺直的肌肉 就會過弱 這些強弱懸殊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有時叫它做上交叉綜合症 這個上交叉綜合症 有哪些人會容易幻想呢? 主要就是他們坐辦公室姿勢不好 又或者是一些低頭軸 我們經常用電話 又或者家庭主婦 他們經常坐在頭做家務 沒有注意好的姿勢 其實這類人都會容易 比較有一個上交叉綜合症的形成 聽起來都不少人會幻想 這個上交叉綜合症 想問一下Saf 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我們知道 自己有沒有這個上交叉綜合症 有一點簡單檢測 可以教大家的 大家知道需要設置一個相機 或者用電話 我們側向它的時候 就有一個正常放鬆的站姿 然後叫朋友自己去拍照 拍照之後 其實你要看的地方 就是三個地方 第一就是你的耳珠 第二就是你的肩膀 第三就是你的大椎 我們稱之為頸椎 第七節的位置 在這三個位置 究竟它有沒有在一個近 剛剛好一直線的狀況呢? 如果是的話 就證明你健康的頸椎 沒有這個上交叉綜合症 但是如果你的肩膀的肩峰位置 或者你的耳珠 向前傾了 偏離了你的大椎 比較多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上交叉綜合症 這個上交叉綜合症 容易讓我們的肩頸 背有疼痛之外 會不會有其他負面影響? 會的 因為其實嚴重起來的話 它們會令到我們 可能頸椎滑脫 退化 和有一個出現突出的情況 嚴重的話 會形成我們兩隻手 會有麻痺的感覺 甚至乎無力 其實這就是一些壓住 神經線的狀況 這我就一定要早些去求醫 另外就是在體態上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鞋人 在辦公室的OL 他們來找我 都是可否處理好那個 在體態上的問題 可能他們本身沒有痛 但是發覺自己的姿勢 可能越來越差 他們就想去處理 看來這個病真的不可以忽視 想問Surf有這個病 有沒有辦法可以預防呢? 預防當然有一個做中方法 例如大家要從自己生活的習慣上解決 例如你平時看文件 用電腦 或者以為你玩電話的姿勢 一定要注意一下 以及不能長期抬低頭 另外就是 可能你辦公室上 無論是你桌子的高度 又或者是你椅子的高度 其實如果可以改善到的話 大家都要去想些方法去改善 就去找一些符合人體工學 又或者是符合一些健康的 一些高度 姿勢的肉工具 另外就是運動和伸展 強化一些過弱的肌肉 放鬆一些過緊的肌肉 就像我剛才說 平時我們的空肌 或者一個空水熱肌 這些肌肉 我們都要長期去放鬆 那這個上卡特綜合症 有沒有辦法可以治療或者改善呢? Surf可以教我們幾招嗎? 其實這些伸展或者一些運動都很好 我又預備了幾套方法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一起去試一下吧 第一個動作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伸展動作 令到大家可以打開你的胸椎和頸椎 首先大家預備一條橙筋帶 就捉住伸直手 捉住這個位置 然後去向後舉 舉高的時候 如果你去到一些地方卡住路 你就可以慢慢拉開 那個橙筋帶 令到你的空肌有些少伸展 拉車的感覺 然後再慢慢回來 記住如果 你向後的時候 不夠力拉開它 那你就可以再放鬆多一點 條橙筋帶 就由簡單開始做起 向後再向前 這樣做的時候 留意一下 就是你向後的時候 千萬不要留下 你的頸椎在前面 你的頸椎和頭 記得一起向後挨 這樣做的時候 就會比較舒服 和沒那麼容易弄傷 就是這樣 預示者大約做十至十五下 就可以休息一下 第二個動作 也是伸展動作 但是這個主要針對我們 我們只是空椎關節和頸椎關節 那些人經常躲下頭 寒背 軟著了 有個上交叉綜合症 這個都很好 慢慢由一個中軸去打開 首先你去牆道 然後把手扣住你的後腦 手肘要指向前 然後拍牆 腳 肩寬企 然後屁股向後拉 曲手指 把胸口慢慢拉向牆道 大約兩三秒 放鬆回來 然後再來挺胸 把膠底壓到牆道 然後慢慢拋回來 第三個動作是一個強化的動作 主要針對肩甲骨和背部的肌肉 我們便要拍長站 拍長站的時候 把頭部貼到牆道 令到我們的頭 在我們的大椎和脊椎的中軸上 令到我們有一個正確的姿勢 沒有了頭前傾的狀況 然後手掌向天 捉著橡筋帶 然後手掌大約90度位置 拍牆場之後 我們有一個外旋 肩外旋的狀況 慢慢回來 用的時候 記住不要只用手臂的力 用多些肩甲骨和背部的力 所以你做的時候 會有少少礦胸的動作 吸氣 可以礦胸 然後慢慢呼氣 放鬆 就是這樣 今天很感謝Sef 跟我們講解了這麼多 關於常膠叉綜合症的知識 大家記得跟著Sef 做剛剛教我這套動作 讓你的肩頸會更健康 下集我們會繼續講 辦公室痛症 記得留意 今集的意識意識就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